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了 这多多少少有点夸张 但是也从侧面说明了大家对这部电影的认可 要说起这部电影成功的秘诀呢 那就是整个片子一百多分钟下来 里面的每一个画面 每一个人物都非常的形象生动 都有记忆点 比如说福特邦 这他们一出场啊 总是搭配着那个魔性的音乐 充满着节奏感的舞蹈 让人印象深刻 不过 您可能不知道 历史上在那个时期 还真的有一个叱咤一时的斧头帮 而现实当中的这位斧头帮帮主的故事 那可比电影里演的精彩多了 国民党军统高官沈罪就曾经说过 这么一段耐人寻伪的话 世人都怕魔鬼 但魔鬼怕他 蒋介石一提起这个人 假牙都发酸啊 戴笠要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 那第一个反应就是 检查检查 门窗有没有关好 您听见这话说的 这么多大老级的人物都怕的 可见他的恐怖啊 说了这么多 您是不是想了解了解这位民国第一杀手啊 来见一见他的真容呢 来 咱们直接上手片 您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人看上去十分的瘦弱 还戴着一副眼镜 感觉还有几分儒雅呢 一点也不像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恐怖的杀手啊 倒像是个轻衣袖才 哎 您的直觉还真是没有错 小时候读书啊 读得很好 参加赶考的时候啊 是前十名 所以那个四续五经啊 他都能够背 所以他是一个书生 听到这儿 您可能觉得更奇怪了 一个书生 你不好好念书 怎么跑去当杀手呢 最后还做成了民国第一杀手 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来 咱们说一说他的故事 王亚乔1889年2月14日 出生于安徽合肥 自幼念书 聪颖过人 不过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父亲王印堂是普通农民 那个时候啊 那几年吧 这个普遍瘦成都不好 年年家里都是入不敷出的 地主来了 收不到粮食 王印堂也补不上钱 结果啊 就让地主给赶走了 田也没得中了 后来啊 父亲王印堂为了养家糊口 就远走他乡 在外地开了一个小染房 可谁知道又被当地恶霸流氓给盯上了 经常来店里边闹事 而父亲为了生计啊 就不得不总是向他们低头认错 正是因为目睹了这些种种吧 王亚乔开始学习武功了 性子里边也多了一份倔强和勇敢 看到一些不平之事 他总是要伸手管上一管 等到王亚乔成年了 他得自己出来干活了 就辗转来到了上海 在码头上当了一个搬运工 不过因为他的饥饿如仇 侠干一胆的个性 很快就有了很多的追随者 你说有了这么多小弟 王亚乔还能甘心继续在码头卖鼓励吗 于是乎呢 他就开始琢磨着 怎么组织一个自己的势力了 可是当时王亚乔碰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什么呢 你要想成大事 光有人不行 还得有钱呢 但当时一群苦力 那能有几个钱呢 这就让王亚乔很上脑筋 后来有人提议啊 说在这儿有一个安徽的同乡会 有实力 有钱人也不少 那咱们把这个地方接收了不就行了吗 说白了 就是抢呗 王亚乔可就来了火了 回到码头之后 他告诉手下 给我马上到铁匠铺一个晚上打五十把斧子 这是把把开日能砍人的那一种 斧子打好了 王亚乔又在兄弟里边挑了五十个标情大汉 把斧子往腰带上一别 一帮人是浩浩荡荡就找到了于成阁的住所 到了家里边五十把斧头一举 把于成阁全家老少一围 您说这于成阁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只能是乖乖交出自己的会长的位置 就这样 王亚乔一下子就拥有了不少的财富 有人有钱 王亚乔这就算是在上海滩 有了一席之地了 但是王亚乔心里也明白 自己现在只能算是一只脚踏进了上海滩 上海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当时多乱啊 青帮 红帮 各种帮派横行 自己要想真正的站稳脚跟的话 还得扩大自己的势力 那怎么搞呢 王亚乔想到一个办法 成立一个安徽旅户劳工大会 凡是在上海滩码头打工的这些个外地人 安徽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大会里边来 只要每个月交保护费 你的安全就有保障 这么一来 王亚乔不仅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还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这可是一箭双雕 就这么着 到了1922年 王亚乔等来了一个让自己和斧头帮 扬名立万的机会 这个安徽旅户劳工大会里头 有一位工人啊 被他的老板给欺负了 不给工钱 还打了他一顿 他就跑到了 王亚乔这来哭诉 王亚乔心想 这事啊 咱得管啊 可要怎么管 还是老套路 去 到铁匠铺 打100把斧子来 再加上原来的五十把 一百五十个手下 憋着一百五十把斧子 就奔码头去了 这一下事情可就搞大发了 王亚乔穿着一大褂 戴着个金丝边眼镜 后边跟着一百五十号人 个个腰里头憋着斧子 这周围老百姓一看 活好家活什么情况啊 这个大热闹一定要看一看啊 跟着过去看一看 结果这一路上人是越聚越多 等到了码头 已经是聚集了上千人了 地方一到 这工人一直好 就给我上吧 这稀里哗啦的一通打呀 一通砸 把这个老板呢 整得是服服帖帖 这事后呢 还上了报纸头条 标题就叫 斧头帮王亚乔 威震上海滩 上海滩是天昏地暗 这么一出啊 王亚乔可就出了名了 这么说吧 当时整个上海滩 就没有人不知道 斧头帮王亚乔的 甚至还引起了 青帮两位大佬 黄金戎杜月笙的兴趣 这小子有点意思啊 咱得会会他 说是这么说啊 其实呢 就是想去 这个吓一下这王亚乔 示威 让他知道 这上海滩呢 到底是谁做主 可没想到 这会一会 会面之后 王亚乔反倒是把 这两位给整服了 这怎么回事啊 青帮两位大佬 黄金戎杜月笙 准备会议会王亚乔 于是组了一个饭局 除了这三位之外呢 当时参加饭局的还有两位 一个是当时的上海名流 叫关云龙 还有一个呢 当时的松户警备司令 杨虎 这个杨虎 咱们得再说到两句 虽然说 他是一个官面上的人 但是骨子里边也是一混社会的 黄金戎杜月笙 他们俩得管杨虎叫一声大哥 那杨虎呢 也是一个很傲气的人 饭局上对黄和杜那客客气气的 但是对王亚乔这种刚刚上位的 一百个瞧不上 一见面就管人叫安徽蛮子 这不是明摆着骂人吗 你说王亚乔呢 爆脾气能忍得了吗 据说王亚乔呢 因为个子不高啊 当时气得一下子 他就跳到凳子上了 站在凳子上 杨手给了杨虎几个大嘴巴子 这一下黄金戎和杜月笙 可就看傻了 这这这有点啊 这不知道怎么说了 有那么一句话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这种场合王亚乔只身一人 就敢这么来 这明显属于最后一种啊 他不要命啊 得从此以后 这青帮两位大佬 是再也不敢招着他了 王亚乔呢 也就算在这上海滩 彻底站稳了脚跟 王亚乔在上海混开了以后 心里就开始琢磨了 我该如何实现我的梦想呢 他的梦想 梦想是什么呀 世界和平 开玩笑啊 当时呢 虽然说他没有想世界和平的事 但是确然是心系天下 因为早年间自己受欺压的经历 所以他就开始筹划很多暗杀行动 杀什么人呢 专杀一些他眼里的坏人 1923年11月 松户警察厅长徐国良 在上海大世界温泉浴室门口 被人连开五枪 是当场死亡 1928年7月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长 在南京城北丁家桥的 梅西山庄寓中 重弹身亡 国民党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也是被当街枪杀 他的名气这么大 他又有能文能误 他不比一般的那个 冬月圣之流是地方势力 他的势力已经扩大到全国的影响 发现自己的这个集团的势力 越来越大的时候 能够借助集团的势力 来达成自己的目标的时候 有计划 有步骤的实行一系列的 暗杀的活动的时候 那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 经过了这几次的暗杀行动 这王亚乔的胆子可就更大了 大到什么程度呢 他居然想直接把蒋介石干掉 1930年 蒋介石召开一次国民政府会议 要搞一个训政时期的临时约法 直接点说 就是要把他个人独裁合法化 结果遭到了当时国民政府 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激烈反对 可是这蒋介石呢 也是一个听不进话的主 直接就来横的把胡汉民软禁了 这么一搞之后呢 胡汉民的家里人就着了急了 现在是软禁 下一步呢 会不会毙了 谁知道啊 正巧胡汉民的亲家 林焕婷跟王亚乔关系很铁 要不干脆花点钱 让王亚乔啊 把这蒋介石给搞定一下子 那给多少钱呢 20万银元 王亚乔心想 这个事能做呀 本来我就看蒋介石不顺眼 这下还有人给自己这么多钱 那干毫不犹豫 事情还真就那么巧 正好当时让王亚乔赶上这么一机会 怎么回事啊 1931年初 蒋介石准备去安徽啊 江西这一带转一圈 视察视察 几天工作下来 蒋介石身心疲惫 最后决定到庐山休养几天 这出门在外的 也带不了那么多人 那么多枪 这不就是下手的最好机会吗 可是 凡是想要上庐山的都得搜身 想带枪 这不太可能 怎么办呢 王亚乔琢磨出一个办法 他让自己手下的杀手把枪啊 给拆开 把零件都塞到金华火腿里边 杀手领着个女的啊 两个人呢 扮成老爷太太 就这么着上了山了 一检查金华火腿啊 没问题就放行了 就这么着 杀手成功带枪上山 但是啊 这个杀手 百密一输 过了关卡 上了山 赶紧把零件从火腿里拿出来 组装好了 火腿啊 他嫌重 就直接给扔到半道上了 可谁知道 山上还有很多巡逻的人 人家一看 这火腿好好的 没问题啊 怎么就给扔了呢 再仔细一看 这火腿给扒拉的乱七八糟 坏了 这肯定是里头藏东西了 要出事 赶紧的又加强了 蒋介石的安保工作 这杀手一干 情况不对 自己这是暴露了 再不动手 就没机会了 于是乎 砰砰砰 就是三枪 可惜啊 因为出手过急 加上距离太远 根本就没有击中蒋介石 这次行动 算失败了 不过这么一下啊 把蒋介石吓得够呛 查 给我查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可当时几乎动用了 所有特务 也没人查到 这事跟王亚乔有关 王亚乔呢 他算是躲过了这一劫 他也只好暂时放弃 赐奖行动 转而寻找其他目标 结果没想到 还不到一年时间呢 蒋介石 就盯上王亚乔了 原来 庐山赐奖没多久 就到了1931年 918事变就爆发了 紧接着日军率 十万之众 突然袭击上海 并宣称24小时之内 将占领京户 看到普通老百姓 受欺负王亚乔啊 他都要管一管 这国家被欺负了 国难当头 王亚乔更是坐不住了 于是故王亚乔在兄弟里边 挑出了七名 组成一个赶死队 进行特训 准备乘渔船 脱水雷轰炸日军 入侵上海的主力舰 叫出云号 这一次虽然没有成功炸毁出云号 但是让日军知道了 在上海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他们开始提防起这位暗杀大王了 王亚乔也就没有再找到 合适的下手机会 直到大半年之后 1932年的四月底 王亚乔又找了一机会了 当时蒋介石已经跟日本人签订了 松户停战协定 嚣张狂妄的日本人 竟然决定还要在中国举行一个什么 中日松户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那一天日本不少的重要高官 都会来到这里 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乎王亚乔密议对策 准备捣毁庆祝大会 一血裹齿 但是王亚乔一打听 发现这事不好办 这只是其中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那就是 大会现场人太多了 怎么才能够不伤其无辜 解决掉那些日本人呢 王亚乔苦思冥想 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 解决所有问题的好办法 等一切准备就绪 杀手看准机会引爆了炸弹 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议则 以及日军刘明会长何端等高官 是当场被炸死 庆祝大会也办不下去了 就此作罢 而王亚乔可能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一次行动的胜利改变了他的命运 因为他被蒋介石盯上了 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被他看上了 经过前面两次抗日斗争 蒋介石发现王亚乔这个人 胆大心细 有勇有谋 是个人才啊 用得上 可没想到 蒋介石的这一次招安 却要了王亚乔的性命 从招安到通缉 蒋介石对王亚乔的态度 为何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一代暗杀大王 就是怎么死在了戴笠的暗杀局中 经济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暗杀行动的成功 让蒋介石注意到了王亚乔是个人才 想要用钱拉拢他为自己所用 但是王亚乔根本就不答应 因为他心里清楚 自己之前暗杀过蒋 如果他知道这事 哪有好日子过呀 还是躲得远远的吧 可问题坏就坏在 暗杀的事 蒋介石自己还不知道啊 他一看王亚乔居然拒绝自己 难不成说 这是在考验我的诚意 人才难得不能错过呀 是不是 那刘备还三股茅庐呢 是不是 蒋介石就决定 从王亚乔身边的人下手 让他们动员王亚乔 这就走了 王亚乔的手下一看 不知道自己这是犯了什么事 心虚啊 结果就把王亚乔 曾经暗杀过蒋的事情 给主动交代了 一个意外的收获啊 这是啊 蒋介石一听气得知多久 王亚乔王亚乔 怪不得你不来啊 感情你心里有鬼啊 不敢来是不是 蒋介石越想越生气 得 既然王亚乔不能为我所用 而且曾经还有杀我的心思 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我先把你干掉 很快 蒋介石就在上海滩下了通缉令 一时之间 整个上海滩可就乱了套了 甭管是黑道白道 都在找王亚乔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叫双拳南敌四手 蒙虎不敌群狼啊 王亚乔虽说有本事 但架不住想要他命的人太多 有几次啊 他差点就给抓住了 B包围了 他马上把他老婆的衣服 全上 他把这股子赶快剃掉 他发装一个雨的 这个存在一块头颈 和几个富裕 一起去可以买菜 包围的军队 以为他们是富裕 去可以买菜的 就把他还了 虽然成功脱险 但王亚乔心里清楚 自己这是在上海滩 混不下去了 得 赶紧逃吧 之后呢 王亚乔带着七女兄弟们 辗转各地 最终隐姓埋名 藏在广西吴州 可以想象 当时王亚乔的日子 并不好过 不过不好过的 当时还有一个人 谁啊 戴笠 原来啊 王亚乔的几次逃脱 让蒋介石打为恼火 把这个气可就撒在戴笠头上 治了他一个 半事不立的罪 这一下戴笠也着了急了 再不抓到这个王亚乔 自己这个特务处处长 看来当不踏实了呀 很快 他召集手下开会 商量抓捕王亚乔的对策 可以提到这个问题 手下这些个特务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叫面面相聚 谁都不敢说话 把戴笠给气得直排桌子呀 就在戴笠正发着火的时候 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特务站了起来 说他呀 跟这个王亚乔是老乡 没准可以利用这层关系 混进斧头帮 然后再找机会 把王亚乔拿下 别说这小特务胆子还真大 王亚乔什么人 老江湖啊 就算你勉强混进去了 估计 要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被发现呢 这个主意反正我觉得啊 听上去不怎么靠谱 但是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办法的戴笠啊 还是同意了这个计划 司马当火马一吧 不过要说这小特务运气倒真是不错 真让他成功混进了斧头帮 不过他只是一个最底层的小弟 根本就见不着老大王亚乔啊 现在的他只能等 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没想到没过多久 机会真让他等着了 原来这个小特务没有见到王亚乔 却认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 叫于婉君 王亚乔老部下于立奎的老婆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不理解 一个手下的老婆 跟老大王亚乔能有什么关系啊 感觉好像点燃了八卦之火是吧 还十分重要 难道说他们俩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哎呀你想歪了啊 把八卦之火灭一灭 这个里边啊 倒是确实有一层特殊关系 什么呢 这个于婉君的丈夫于立奎 除了跟随王亚乔多年之外 他还曾经救过王亚乔一命 当年王亚乔在香港被带立的特务追杀 就是他舍命相救 掩护王亚乔逃脱的 因此对王亚乔而言于立奎 那就是救命恩人 就因为这个 看在舍命救自己命的兄弟的份上 逃难当中的王亚乔 对这个于婉君也特别照顾 可是王亚乔怎么也没想到啊 这个于婉君 被这个小特务给收买了 在这个方面呢 他没有警惕性 于婉君 出卖了王亚乔 他于是又有些金钱 各方面收买啊 在重金诱惑之下 于婉君出卖了王亚乔 一直以来 他都在暗中 向戴笠的特务们报告王亚乔的行踪 终于在1936年9月20日 戴笠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决定下手了 他让于婉君以谈事情为由 将王亚乔骗到他家里来 其实屋子里边早就埋伏了 十几个伸手不凡的特务 那一天 王亚乔按照约定时间 来到了于婉君的住所 没想到刚一进门 有一个特务就立即朝他脸上 撒了一把石灰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双眼被迷的王亚乔 还是坚持同特务们搏斗 当然结果不用多想 王亚乔最终寡不敌众 身中五枪三刀 当场殒命 叱咤风云的暗杀大王王亚乔 策获了十多年的暗杀行动 最终呢 死在戴笠为他设的暗杀局中 也是讽刺 也应了那句话 再坚固的堡垒啊 也是从内部给瓦解的 自己人出卖 那实在是没有办法 回顾王亚乔的一生 他曾经因为伸张正义 杀过欺压百姓的地痞流氓 也曾经为了民族大义 杀过汉奸日本人 当然了 他也为了自己的私人恩怨 杀掉过不少无辜的百姓 所以王亚乔这个人啊 很不好评价 既不能简单说他是个坏人 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民族英雄 那么到底该怎么评价他呢 也许毛主席的一段话 是最中肯的 杀敌无罪 抗日有功 小节欠减点 大事不糊涂 您觉得呢 好了 各种线上行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